男童在社区大楼前徘徊 疑似迷路 远景货帮到场 男童说不出家里地址 只知道自己住阿嬷家 男童说家里附近有购物中心 远景要男童坐上警车沿路寻找 果然看到一栋熟悉的建筑物 五岁的男童讲话像个小大人 远景啼笑皆非 阿嬷当时焦急地站在家门口 看到孙子平安回家 总算放下心中大石头 但也忍不住修理顽皮的孙子 你跑去哪里了 你真的很可爱 这是你什么 你什么看乌龟 我蛮远的 是因为跟朋友到附近的公园看乌龟 到朋友先行离去之后 他自己忘记返家的路 男童跑出门看乌龟 却忘了回家的路 还好他记得家里附近有购物中心 在警方协助下平安回家 结束这场大冒险 还是新华人的教育光台中报导 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CH52华氏的频道 而且记得哦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要开启小铃铛